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赞过去30天以来的最高价格5413顶 中国股市A股昨天气势如虹 上证指数最终是上涨0.94% 深沉方面上涨0.7% 双双刷新出过去11个月以来的最高价 这个也是成功的 是验证了我们在过去两个月以来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A股太便宜 为什么太便宜 因为人民币贬值太严重 另外欧美股市昨天也是搭乘顺风车一起上涨 德国 英国 法国分别涨幅为0.3%至0.7% 美国继续在刷墙 刷新高 天天刷新高 道琼斯指数昨天正式冲破了19000点 这个标普500也上了2200点大关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原油价格由于目前的石油会议的不确定性 昨天从高点回落 而这个黄金价格则稳定在1210左右 那么今天热门话题方面呢 我们朝中就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中国的A股指数 那么昨天GoMarkets高会呢也正式推出了中国的A50 大家可以在各自的平台上 在指数产品下面呢 找到这个A50的产品 那从昨天开始在最近呢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和朋友们打电话来给我问 如何这个交易是中国的A50指数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平时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呢 这个指数啊 通常是在报纸和媒体里面听到的 都是上证指数多少多少 或者是生成方面是多少多少 那这两个指数呢分别代表的是上海交易所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 这里面的成分股的综合报价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由于A股是面向国内投资者 因此在海外投资者呢 并不能直接的投资到这个A股指数产品上面 因此呢 绝大部分海外投资者呢 都是通过一个叫做A50的指数基金来投资中国市场 那什么叫做A50呢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在新加坡上市的 叫做新华富士A50这么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上市基金 主要投资的呢 就是通过合法的手段 把资金引到中国国内 投资呢 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里面 一共50只大型的蓝筹股 不同行业 因此呢 它由于跨度是上海和深圳 所以它的走势呢 并不是完全参照上海的上证指数 或者是深圳的深城 它是综合了两块地方的走势 但总体上来说 相似度依然是超过了80% 所以呢 由这个基金所衍生出来的一个金融产品 叫做中国的A50指数 这个呢 就是目前在国外主流的国际投资者 在投资中国指数基金里面的产品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A50指数 我昨天也是跟大家分析到了 在技术层面上面 已经没得说 现在是气势如虹 一鼓作气向上冲 已经刷新了一年的最高 所以技术上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 那么在澳洲的投资者呢 其实也可以通过 或者您在中国 也可以通过 我们GoMarkets高汇的平台 在选择产品上面呢 A50现在是分类到了 这个指数的行列之下 大家可以在指数系列下面呢 通过点击A50 在网上交易 那么这个计算方式呢 跟其他指数产品是相似的 每一点的波动呢 就会以美元来衡量 上一个合约 上一个点 我们是盈利或者亏损 变化呢是1美元 也就是说这个指数 如果今天上了100个点 我们的盈利在每个合约下 就是100 或者是亏损100美元 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A50基金啊 它的交易时间 每一天是长达了16个小时 也就是说 在中国A股开盘之前 以及它在关盘之后呢 都有 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 去在盘外交易 这样来说的话呢 如果在盘外 中国方面发布任何的重大消息 或者说 其他的市场有过重大的事件 我们都可以呢 在盘后进行买卖操作 另外在另一方面 很多朋友也问我 为什么很多时候呢 我的分析节目里面 有的时候是说到外汇 有的时候呢 说到的是股市 或者说是单个的股票 那这么做 是不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呢 其实这个问题相信呢 很多朋友们 可能自己也有些同感 因为我自己经常说到 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因此最好呢 只是重点查看 大约是三个产品就够了 那么再多的话呢 我们的时间可能就不太够用 那我自己又是如何能够把不同性质 不同行业的产品 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其实这个说起来可能并不是太难 但是真的要落实起来呢 似乎有一些抽象 怎么抽象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基本上它不论是股市 汇市 或者说是大宗商品 在某些层面上呢 它们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 那其中一类产品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其他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举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 中国国内在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呢 飞涨 我们呢判断其背后呢 很可能是来自于主力资金的推动 并不是民间资金 那么这么做呢 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金 来到资源行业 从侧面呢 就可以间接的带动 A股的重新起步 那么这么一来呢 资源价格上涨在另一方面 也可以呢 对于澳元 以及在澳洲的矿业板块 带来强烈的正面影响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呢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现象 联系到呢 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事件 那虽然并不一定 所有的事情都有相关性 但是呢 总的来说 我们在广播里 或者是文章中说到的事件呢 都会有一定的相互影响 那么我在过去两年 一直给大家做节目 希望培养的就是这一种 关联性的思维 那么大家看待事件呢 千万不要把它固定成一个 独立分割的 最好能是通过这个事件 看到一些与此而联想 或者是发散性的 分析到其他的一些扩散性事件 中文有句话叫做蝴蝶效应 就是这个意思 这蝴蝶拍拍翅膀 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金融市场 如果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思维 那么我们如果只是一个产品 归一个产品之上来分析 那么就会花很多时间 在不同产品和行业上 所以有的时候呢 几个事件似乎完全没有联系 比如意大利的债务危机 和澳元之间有啥关系 当然 但是其实呢 意大利会影响到欧元 欧元再影响到澳元 这么一串连起来呢 也同样是有可能 当然我并不是说 大家要钻牛角尖 去把所有的事情呢 都打个串串给它串起来 那只是希望呢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扩散性的思维 尽量呢 能够减少一些 我们平时查看呢 也好 分析也好 查看这些单个产品 所花费的时间 这样来说呢 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最有效率的方法呢 能够把几个重大的金融事件 能够联系在一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需要关注的金融事件 那在晚上澳洲时间11点30分 北京时间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预算报告 再往后面一点12点30分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耐用品订单 以及呢 每周一次的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